那当时给刘勇他们这帮人销锅呛 可以这么说 屋里面马三还有当时的这个徐老五 又被瘸了 被回勺了 但这两次给他俩打的可以说不严重 刘勇呢也确实名气大 给刘勇打锅呛 几个大便炮几个大嘴巴子 给手砍一刀 手上那刀也别说深可透骨 就是因为砍刀嘛 刘勇躺一下子 然后那刀不快 也是拉拉堂起 刘勇捂着当时的手 刘勇都震惊了 严什么刁都打歪 打就蛇了 你们打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刘勇你不牛逼 你在中间牛逼 回你们中间装逼去 别给这个装逼 跟谁俩呢 刘勇就打嘴巴子 我这么大人我批你岁头大 知道吗 当时刘勇那个眼镜 他不是花镜 他是个平静 就是大哥装逼用的啊 讲究叫大哥戴个金丝眼镜 挺牛逼的 那个年代夹个包啥的啊 刘勇也那 后期刘勇那有司机 有那个御用的这个德伟 他包就放德伟 那个 早期刘勇那个成功 那时候也夹个包 戴个眼镜 老弟 我问一下吧 你家老板是谁啊 老板是谁 老板谁 老板孙吉红 还有孙吉纲 刚哥 都是老板 他说这个孙吉红 孙吉纲是哥俩 亲哥俩 我他妈算三老板 为刚哥打工的 刘勇讲话 有句话叫无知者无畏 这笔对刘勇啊 了解不太深 所以说他敢动手 当着服务生面 打他嘴巴 他能干吗 给刘勇约给咒了 刘勇约碉着腔头 点心可 烟都吹吐了了 烟都吐了了 吹的 都是里面烟 大豆芽吹的 咯 永哥把烟 抛下来 尘不尘 你给你家老板 打电话 让你家老板来 你看你家老板 跟我啥说话 你给老板打电话 来来来 太吹牛逼 太吹牛逼 这边这个徐老五 不是你还打 徐老五都懵逼 这六应该沈阳打混的 这比一头也不大手 愿意打滚出去打去 你自己愿意打你打去 滚出去 出去 那边卷纳门卡打开 啊 掏墙跟杜城 杜城的马路对面呢 随时准备跑 掏墙一啪敲门的 哎哎 勇哥 勇哥 怎么的呢 你那帮比大绑 大绑汉的啊 拿着刀 拿着一把棍棒的啊 有人说刘五兄弟没带枪啊 德北带一把 知道不 都没敢掏 因为屋里面的人打架了 人家屋里面手里面 瞬间二三十把砍刀 大棒了的 你就枪掏了 就就就就就算你 他妈掏出来 就算你 你开枪的 未必得帮币 惯的你 那一大棒 好几十人 再说德北也不敢杀人的 德北不是这个 要交一难拿出枪 就得开封 你信不信 德北有把枪 高尾没有 这不是 这门出来 刘友当时五脑瓜子 啊 你到屁股还踹脚 滚脱了 哎 哎 六一股屁股 哥们 我把眼镜摘起来行吗 我眼镜掉地下来 高尾过来了 瞅他一眼 把眼镜捡起来 刘友的眼睛没碎啊 还行啊 刘友戴上极丝眼镜 哥们 你叫 你叫啥 我叫孙文 啊 你妈的 我给你终结 臭流氓 在他的认知中 刘友就是个流氓 但老铁 刘友是流氓吗 他是流氓的头啊 东北三省 咱不说他是扛霸子 我讲刘友 我不歪曲事实 刘友被作为打黑里面的东北黑道教父 但他达不到教父的级别 影响力是达到了 但他级别没达到 有很多东北大流氓那时候还没出事呢 刘友只是其中一个 这不有十亿家产 二零零零年可以说也挺牛逼了 咱那东北不多 这不 刘友出来了吗 出来了 都长一瞅 不是 二哥 这 在沈阳 这 这 你不 不行啊 这也 得回我跑得快 我不跑得快 就赶沈阳 二哥找你又愿意给闷勺了 这事 刘友脸干透红 诚 诚哥 这笔小子我跟你说 他可能不社会啊 你别着急 诚哥 你看我今天晚上我 我咋办这事 我把咱俩的面子全找过来 现在不是你的事了 是他妈我的事 就算讲话 不行 找白道 找白道 就算我 我那行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这时候刘友没打电话呢 你看谁打电话呢 对面 这个孙文啊 他知道刘友挺大 我不说了吗 但是打他脸 他激眼了 给刘友扛 合去合去 服务生也说 说文哥 刘友好像挺厉害 我听说他手下有四大金刚啊 那贼猛啊 那还有人命呢 就一条人命 刘友啊 这个团伙 其实不是人命多 这个团伙就大了 啊 赵三一共有八条人命的团伙 长存这个咱们讲的赵三 但是呢 他未必比刘友的影响 影响力大 我说这个意思啊 就是呃 汉匪 急的可能人命多 混大哥混到顶级了 就洗白了 就变成橙色黑人会了 知道吗 咱说他红色黑人会 他爸不是啊 那啥啊 就得说是橙色的 这个孙文啊 就打给谁了 打给这个哥俩啊 有个张继刚 张继红 张继红老大 张继红老 就打给张继红 我跟你说 这这哥俩啊 刘勇跟张继红还认识呢 啊 啊 钢哥正打麻将的 电话响了 哎 啊 啊 怎么的呢 啊 那个钢哥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喊他妈有点事 有啥事呢 你说啊 咋的了咱家 那个钢哥 啊 刘勇是挺牛逼 但是他不给中间的 蛮牛逼吗 啊 咱也没跟他碰过啊 他击败咋的 让他找我来 他没找我 你不用管的 啊 不用惯上他 到咱家来装逼的 绝对不给面吧 啊 能明白不 啊 钢哥挺硬朗 这边这个 这大哥一听啊 孙闻一听 那有老板没支持 说钢哥 那那我那我行了 那那我知道了 我怕他以后来找事 他来找事 你不打电话 啊 那行啊 咱家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那后面那不有家伙吗 还有两把家伙 楼上有两把带响的 给拿出来 你那张机刚 我跟楼上有两把带响的家伙呢 啊 看厂子防止这个有事意外 说那个 还有两把带响的家伙 一会儿这个服务生啥的 改家都精神的 他敢单喝的 黑白两道跟他玩 操 电话就溜 孙闻一听 我擦这太有底了 老板都给挣腰 啊 告诉这些服务生 说瞅点啊 门口不安 看点啊 别急不一会儿来人 再回潮来 刘勇这个电话 打给谁了 他跟杜成啊 有一举同工之处啊 他俩是一样人 刘勇这个电话 没打给别人 啊 就打给了当时啊 可以这么说 刘勇手下 最狠的兄弟 电话对面啊 在沈阳那个 我跟你说挺偏的 这么个地方 那时候沈阳 那属于这个 啊 那个 那红河边那边啊 都挺偏的 啊 这个有一个大院啊 哎 一个斯斯文文的一个大哥 长得挺斯文 挺秀气 挺帅气 啊 一般愿意穿一套粉西服 啊 那大伙有人可能就知道了 这大哥也不是别人 也是沈阳的一个大哥 他就是本身就是大哥 沈阳和平区的大哥张凡 啊 浑南新区 就那个啊 那时候还可能还不叫浑南新区 樊哥 该该沈阳那时候干啥 干拆迁 那是刘勇家庭团的旗下 哎 张凡是刘勇这个团伙的副总裁 也是副董事长 哎 樊哥长得挺帅小伙 但是樊哥本人长得挺好看啊 但是这笔打仗贼 极其兇奋 张凡就接电话 喂 啊 张凡呢 他 那个你干哪呢 我改的张公司呢 他拆迁呢 你这么的 啊 你现在你叫上姜铁钢 姜铁兵 姜铁钢 姜铁兵 跟张凡好啊 姜铁钢的大亨酒店 沈阳啊 姜铁钢最早是刘勇的大哥 后来 刘勇越来越混大了 姜铁钢啊 你也是个有钱的 那时候那八九年 九零年就能改沈阳开大酒店 你这时候 打仗比较勇猛啊 岁数也比刘勇大 说你把铁钢 后来关于刘勇叫大哥 说你把铁钢铁兵叫着啊 然后让铁钢叫人 赶紧上哪了 上那个战前那个啊 八二会馆来啊 咋的呢 二哥 我他妈也给干了 啊 你赶紧来 那二哥 你开玩笑呢 沈阳谁敢干你啊 这别说沈阳 辽宁谁敢 我他妈这样也干了 啊那行 啊行行行 我现在就过去 张凡马上就开始主持人 也给姜铁钢姜铁兵哥俩打电话啊 然后刘勇第二个电话打给谁呢 这一天四大金刚 宋建飞 吴京明 冬田 李治国都在这干了 哥几个没啥事 就喝酒 啊 他们要不就是 董铁岩 那个李治国那边 给刘勇旗下 看一位天上海 也就是他们公款 他们几个跟刘勇 混得比较早 啊 但是没有姜铁钢早 姜铁钢是最早的 跟宋建飞 啊 他们最早徒刑 姜铁钢宋建飞 姜铁兵 啊 刘勇他们四个 啊 后来咱们说了 人越来越多了 一个接受一个 电话就打不进 这 宋建飞讲话是咋的 二哥 这就相当于 刘勇的小舅子 差不多了 说他妈咋的了 啊 你把那个四大金刚 都叫上 上我这来 啊 那三大金刚呢 喝酒呢 二哥 你喝酒 你喝八九的 我他们姜铁给打了 你赶紧过来 在沈阳 啥 二哥 在沈阳 你厌厌干了 什么地方呢 他找死啊 别他妈废话 在这个战前 那个八号会馆的 你赶紧过来吧 带眼 啊 把他们都带着 还有谁 马新民 张新阳 啊 那个当时老体啊 料电话 咱们话中简短 宋建飞又通知了谁 宋建飞这边 又通知了 刘勇的第二梯队 啊 冯春雨啊 张新民的 马新阳啊 啊 我说这些人都没死 啊 啊 那冯春雨叫冯二狗子 绰号 哼 是不是 那时候比刘勇 他们就稍微小一点 啊 这边也接着 刘勇的第二梯队 也收到消息了 也拿着 还有刘勇的手下 还有扎枪队呢 我跟你说啊 吧吧吧 冷兵器 热兵器 什么五连毛 撞管烈的啊 大伙就纷纷 拿着小QQ的 也都 就奔着 拔会所去了 这边这个混男的 这个最早的 他妈 土匪级的大哥 张鹤 就是也接到 张凡的电话 啊 话锋一转啊 三亲戴故的 或者说跟刘勇 说的不错的 全他妈收到 张凡的电话 因为凡个 和平区就大哥 本来的和平区 流氓就多 啊 一个接受一个 打电话 说二哥办事 赶紧过去 刘勇打完电话 都不到十分钟 老体啊 就看那拔会会所溜 打完电话 勇哥就抽烟了 给方便 站那个车方便 也没走啊 杜成讲话了 二哥 这个 一会儿 这个 咋咋咋 成哥 你就看我 表现就完了啊 我估计不出十分钟 车队就来 哎 走成讲话 有那么牛逼吗 原来我认为你挺牛逼 现在我认为你不牛逼 但是说话呢 就看那边 就 就差放那个 虎鹤仔的气 东北的社会 一个刘勇 一个梁绪东 啊 是比较注重 这个牌面 就看 那边车队 打着送闪啊 光光光就干了 打仗 是个信号 老体 西爪爪的 就你要给刘勇时间 他跟沈阳打仗 找个五百人 千人也不难 真的 就一个找一个人 说他拿那么多兄弟 有的都听过 他名人没见过 他也是一听说打仗 过去那年代 有一天 他就听着 这录像听着 有个流氓接电话 哎 走啊 给我二哥办事去 永哥敢去 去吧 都打仗 都跟他 就跟花花 打便宜仗 老体 回来可能 吃顿饭 给你买 一桌买条烟 那都热喝人 那年代 那边车队 已经就过来了 打爽闪 你看这一仗 老体 第一梯队 谁来的 老体 第一梯队是谁 是宋建飞 跟张鹤君 他们这帮人 巴巴巴 打爽闪 就已经到这个跟前 巴巴 就当了一下车 我跟你说 离老远 一看这帮人来多些 来三十多人 人并不多 下车张鹤君 得猛 张鹤君是一米八多 张鹤君当时 属于赖子那种 就是你打不死 他就跟那个 西吉哈尔 那个马皇似的 你只要打不死 给流口气 他就不服 当年让刘勇 就给驯服了 这是脱江的野马 张鹤君 下车拿五连八 嘎嘎就怼大死的 二哥 谁呀 谁跟他们二哥 嘴喝 腿他们绷折的 四大金刚 宋建飞 董铁言 李志国 他们一下 一下扯 都喝灾了了 那吴敬明 小三娇眼 吴敬明一下来 小陆才胡 好胡子 这笔话不多 说 谁啊 二哥 这么邪乎 跟你俩还逼喝的 刘勇一瞅 一股死味 没少喝 不是 二哥 天天就喝点 你说我就爱好 就养狗 就喝酒 你说 是不是 二哥 宋建飞讲话 二哥 谁呀 谁呀 哪个手 哪个手 哈尔滨呢 不是 那个那个沈阳 我 你宋建飞 跟沈阳的大哥 是谁呀 二哥 正说话 张凡他们混蛋来得晚 这混蛋 张凡这边 扁嘴那臂到我 黄姑去 那好万村 好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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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来啊 你看沈阳的 我说对不对 是这笔样吗 不高 不高 挺大脑瓜 挺胖的 往脖上一坐 没头发 一说哇 这辈子啊 好万村 不是不愿意义乡 拿把砍刀 二哥 谁呀 妈 跟二哥 逼合的 跟二哥逼合的 就是跟我 黄姑四虎 我好万 好万村 我这 这 腿给他 打去 卖 当烧鸡 我 我弟 万村 也老一来 留我一瞅 有万村啊 你小心点 一会儿 扁嘴 小扁嘴 为啥叫扁嘴 王立志啊 原名王立志 他哥王立平 你看沈阳 我说对不对啊 虽然咱不是沈阳人 这个大扁嘴 王立平 跟小扁嘴 王立志啊 他俩都是嘴 嘴尾薄 就天生没有上嘴尾 为啥叫扁嘴呢 不是说黏一嘴 他这嘴尾 上嘴尾没有 这事 就有点残疾 老姐啊 该说不说 这扁嘴 这也到了 大扁嘴没来 大扁嘴是不参与刘勇 大扁嘴是独来独往的 汉北啊 大扁嘴后来出事 也是因为一个情杀 啊 给人消祸的啊 他媳妇跟搞破坏 他抓了 给人直接干死 啊 小扁嘴也下车了 那小扁嘴跟刘勇 还火拼过呢 最开始刘勇那91年啊 刘勇跟扁嘴的兄弟打死了吗 二哥 谁呀 这这咱们 这多长时间没打 没挨揍了 这咱们 又让谁揍了 别给我逼一遍 下车车给你 血行啊 看见没 拔合会所 这时候多少人呢 加在一起 老铁那就是各路英豪 加在一起 任小六 他没来 因为啥没在沈阳 在沈阳那基本就全到了 得有一百多人 一百多人 给这拔合会所 就这门口 就堵的 就已经 就水接不通了 永哥一半 这时候拔合会所里面 也看见了 那保安门口的保安 停车场 能停二三十台车 三十台车 保安两个四五十岁的 瞅瞅 那保安四十行大 这不要打仗吗 这啊 文章文章 那个楼下来了一帮人 好像刚才打的 那个刘勇二哥带人来的 啊 他怎么的 带多人 说来了不少 好像都有百八十人 啊 我看门口那车都排一队了 来这么多人 孙文演话 吵架 孙文敢这屋里面 也恨不得把保洁阿姨 都组织起来 也组织收四五十人来 那一个三层的老铁 那个能洗 能洗澡 能汗蒸 能住凉 反正就是服务员 及时没带上 不大一会儿 金刚才这屋里面 有两把枪啊 可能还是 那个长枪 不是短枪 留了两把小的啊 他也拿了一把 这时候他兄弟也拿了一把 剩下拿了片刀砍刀的 那个棒子 那年代 他们服务生也 他们挺虎的啊 跟着老板下去 不知道啥事 他们刚到大庆 这边有恶意 瞅人差不多 小凡呐 过去 张凡 开路张鹤就是给这边 这个讲话了啊 在在一首尾 四大金刚后面 电阵 刘勇改中间 你想想 这阵是摆队形 刘勇的火拼 应该沈阳 不多见 跟编队一个干了一场 这个百人会战啊 直接干死一个人 当时是干死多少个啊 然后 但是这个案卷 没记录在其中 案卷记录 刘勇的人命啊 就一条是 卖烟 那个应该叫 王永学 我记得没错 打错人了 这个王永学 他妈没卖假烟 刘勇给 兄弟他妈虎了巴基的 二文跟宋建平配合去 一指认人 给指错了 打死了 这时候张凡 讲话 谁去不喊 穿身西装啊 张凡拿个啥 张凡拿个大杂枪 今天啊 张凡领头个第一个 就把照这个门 刘勇甲把我打 那个卷闸门 就是没料下啊 因为就那个 他那个门是那种 钻门知道吧 就玻璃钻门 照那玻璃钻门 那旁边那几个门 一手去 瞬间 大庭里面 这个 这不是蒙了 他干啥 开砸 他以为两边 是不是得谈一谈 你看给我打了啥的 社会人 其实咱们讲的 其实很多都是 被打了啥的 像李老棍那样 找赵鸿兵 你看 你把我兄弟 黄老邪干了 你是不是拿哪钱 是这种的是真实 就是上去就打砸的 直接见人就干的 不多见 这世界很大的 这人多不受控 胡拉下张哥 就是拿个五连毛子 到了那个玻璃 一抢 进大城 大城有个大吊灯 到吊灯 五连毛子在三发 就是干出去 啪啪 大城都干 掉地 你对你的行为负责 你别打砸 你这边什么玩意 打砸抢啊你 兴致变了 有谁说这儿 我要我们老板来 雷王讲话 我去你妈 给我咳了 这时候旁边的谁呢 旁边该说不说 谁也没想到 徐老五 从那个张帆的手中 借了一把枪 他兄弟说 徐老五照这逼啊 就照孙伯的大腿 啪啪就两枪 老五帮帮就两枪 这孙伯一护大腿 哎呀我 刹 雷王讲话 咋 给我砍 他们兄弟有很多 都是说的 拿着砍刀啥的 不可能进入 就基本拿机关枪 吐吐 那是扯毒的啊 这丁高的 一面打砸 一面砍 老铁就这客人 去见着 奥跑之溜 他就三成 有的服务生 从后面就 就跳窗都跑了 瞬间打起来 服务生 见真黑人会 他能敢跟 真黑人会玩命呢 你看包老板 打个便宜仗行 那服务生 瞬间三四四五十人 瞬间就剩十个八个 十个八个是没跑 不是没跑 他们吓的 干嘛就不敢动 刘伟家话 操你们 跪下 跪下 诶 大哥 我跪下 我跪下 刘伟家话 啥 张凡他们 张克军他们 四大金刚 酒柜 大家那也 不找好酒 好茶啥的 从玉区的金刚 就开始一顿砸 来得快 送得快 因为一百多人 砸这个两层 地下一层的洗 那不就几分钟了 门口还有一个 梯队老铁 你看谁啊 二门 一瞅门口去吧 两个保安 摆车的 四个份 那保安讲话 不是 大哥 二门讲话 一抬头 都城没进屋啊 啊 给大门口 挡的怕挨揍啊 都城讲话 别打着我 哎 来来来来 你你是他家的 这个保安吗 啊 二门身边 还有十来个人呢 这两个大哥讲话 大哥 我们不是我们 我们保安 你不是你穿的衣服 你就贪家的 那不写着字 那把号会锁吗 大哥 我我我拖下去啊 大哥 我不干了 拖下去 你拖下去不行 走他 这上时代个人 拖拉老头 去你嘛 四十多岁 我这岁数不算老头啊 老大哥 他真高的眼睛 被一顿卡 大哥 假话了 不假的话 你们连什么老人都打呀 哎呦 我擦啊 啊 这下给俩老头打的 老姐啊 就丁刚的一顿乱战 感觉也卡了不少刀 屋里面的孙文 改身上啊 已经被人卡了数十刀了 事后统计孙文 被卡了十八刀 整整 啊 这孙文 那个大腿 膝盖处啊 被人干了两枪 啊 你想想 双腿就残疾了 他那徐老五是 被他的这个双腿的膝盖打的 啪啪两枪 啊 然后照身上 这帮乱刀就卡了十八刀 后来 事后 事后啊 咱们可以说 事后说这个孙文啥样 有人说死没死 这笔没死 命挺大 没骨干 干干干啥了 左眼是不右眼 干瞎一只 啊 比两个啥都打 都干塌了 那搞霸轮的 啊 然后这个内条骨 身上可能是舍了好多处啊 双膝盖 咱们说骨折啊 就是不是粉罪性骨折 他的膝盖就是 就是那碗蛇了 你想想 你也换成走道了吗 老铁啊 双膝盖那碗 就就怕五连毛子哄嘴 那玩哄凶瞎都能哄嘴 你说哄人得哄啥样 别砍了 一瞅 回头一瞅 杜城 参哥 满意不 杜城瞅瞅 一地老铁啊 都听着远处 四眼的警笛声的 警察都往这来了 都穿一吵 哎呦我擦你 太牛逼了 啊 就像那个大屠杀 还是那个人 但是 但点挺高 一个人没死 啊 重伤的就十七八个 就屋里面胜全重伤 就没 没跑的 山上最低的十刀八刀的啊 然后给一枪两枪 都走不照脑上打的 到腿上打的 死不了啊 甚至跑了的青伤都跑了 这个孙闻改地下 就就是半口气的 他也没做梦 也没想到刘永这么喊 这回是刘永了 刘永讲话 我叫刘永啊 我是中介的刘永 也是沈阳的刘永 啊 你不服气 燕家老板找我吧 啊 成个讲话行了 解气的 走吧 啊 刘永讲话 烟简条 刘永的烟 嘎 走 走 啊 刘永这走 刘永 头小刚走出去他们上车就来的也快 去的也快 一共打仗家砸一共十来分钟 看家当年那个把号会所呀 装修可能装修家开业也投资两三千万 哎 就这一次损失可能装修就得五六百万 实话是说就得啊 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上车的刘永讲话了 他妈的 你上车给谁打电话啊 给四哥朝日城的老板陈明哲 四哥 晚上九点多了 四哥那个基本酒店都下班了 啊 那个 哎呀 刘永啊咋的了 四哥 那个城这儿来了 晚上赶紧嘎嘎嘎嘎 你看看叫厨师回来坐一堆 跟他喝点 上外头不方便 刚打完仗啊 擦擦嘛 今晚倒霉眼也渴了 我刚他们过完眼 那个啊 城这儿来了 行行行 我现在立马安排 哎 曹罗诚老板陈明哲 那杜城给他办不少事啊 马上打电话就安排人家厨师 赶紧赶紧返回饭店啊 那个啊 做饭出事后 他家那个饭店包房并不多 老铁上面四个四个包房 朝着明哲朝着城啊 就四桌包房 然后楼下呢 有个大厅啊 大厅能做个二十来桌 那这些人肯定是坐起来 刘永这大堆人马 老铁啊 就杀去去吃饭 你看这边 阿神去了 我跟你简单的说 一听刘永干的 你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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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啊 谁也讲话呢 你报告领导那咋 杨家林 收拾刘永那时候 收拾多些事 收拾不了 都知道 干门惹不起 说赶紧送上医院 这番人就紧急的 把这番人往医院送 阿神帮他们送 但送到医院的时候 在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 这个大哥 孙文 拨通了电话 张机刚在外面打牌 哎 什么 啥时候的事 刘永敢打三家电 大哥 咋三家电 咱家这几十个员工啊 被打得轻伤重伤 我不知道有没有死 阿神都来了 那个问完了之后 给我们送到院 都撤了溜边了 这刘永啊 咋的这是 啊 等着 我现在回家 张机刚 收到电话 老体啊 正当张机刚收到电话 同时张继红 也收到电话 张继红一给 给谁 给他哥 张继红打电话 因为他一看 家里面被打杂的那样 他想找刘永 他也知道刘永挺大 他没有实力 真正对刘永说话 沈阳黑道交付 那可不是白教人 那东北黑道交付 哎 张继红又起 喂 啊 什么 把咱家咋了 谁咋的 啊 谁沈阳给咋咋咋咋呀 哥 啊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啊 领头的叫刘永 啊 中间的刘永 加上集团刘永 什么玩意儿 刘永 刘永 不是 你听我说 别瞎整啊 这刘永是存存的黑社会呀 黑社会多鸡毛 黑社会 黑社会杀人不办法呀 我他妈就不怕 不是 你听我说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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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惹刘永 这个呱呱爸 植物 其实上都都应该排在他前前面 但是你排在前面没有用 呱呱爸大脸那个啊 一哥 确实你啊 牛逼啊就来个啊 不说别的 他也认识 他说我找这个刘永啊 说说你你你你别找他啊 店砸了大不了咱们自己装修花俩钱没几百万啊 你听我说 哥我咽下这狗气 那让江湖人传出去 而且这买卖咱们咋干 买卖是我的 你给我叫啥 张继红投的资啊 张继东啊 可以说不是张继刚可以说就是他的一个地的经营省 见不过他哥 这张继红啊就打电话 啊电话一料 马上找人啊通过朋友 他认识利用 但没他电话 你看永哥正喝酒的吗 啊电话就响 喂啊 杜成这时候已经都走了 杜成上哪去了 因为喝到几点 喝到十一点多吧 杜成讲话 接着就这么地吧 杜成还被打了 挺难受的 杜成里头这些人啊都散了 上哪呢 上这个万豪酒店住了 也没回这个蒲正家 所以说刘勇这时候跟着兄弟 靠牢兄弟 电话就响 啊大部分的兄弟弟也帮打仗 你也走了 你能剩十七八个他的兄 说咋子呢 啊谁呀 说是不是那个 加上集团的这个刘勇 刘总啊 啊 说我是加上集团刘勇啊 你谁呀 你好弟弟 因为张继红啊 岁数挺大 当时都有五十来岁 比刘勇大十来岁 说弟弟啊 咱俩见过面我叫张继红啊 你有印象没 一次开这个代代大会 张继红是沈阳市的代代 刘勇也是啊 刘勇还小欣欣小园园 啊说我有印象啊 对就那个老老老张啊 还有老马 咱们再一桌还讨论过会议呢 是不是啊 我知道你啊 红哥什么事 哎呀 啥事 我这弟弟啊 不懂事 啊 我听说惹了你了 你那么点 都有啊 你给我个面子 啊 然后那个 你听我说 这个砸了 因为啥呀 咱们说也得讲点理啊 弟弟啊 啊 这有事你找我 那买卖是我开的 哎 红哥 你要是这么说啊 我出去接电话 说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就跟你说了 说你这个弟弟啊 我跟你说 他的首相太他妈不懂事 是这么这么回事 你看我的朋友去都没给面子 而且这都可以 咱们说外来的人他不认识 我刘勇亲自去了 他他妈的啊 这一点面子没给我给我 给我壳了 嗯 我弟弟先动的手啊 他妈 你弟弟的员工 啊 你看红哥 但是大哥啊 你打电话 哎呀 那是我弟弟弟不对 那我回去我骂他 刘勇啊 你别跟他一样了 说那个 对不对的 无所谓大哥 既然你有这格局 那我也不差这点钱 刘勇当时已经有十个亿的身价了 说你这个重新装修几百万也够了 啊 回头给拿点钱 大哥啊 咱俩不犯不上 没啥仇 啊 因为张继红白道也挺厉害 刘勇一听啊 这个 说你看大哥 啊 行不行 哎呀 人都怕劲啊 刘勇啊 你要这么唠 啊 刘勇啊 咱们要啥钱呢 要钱啊 然后那个弟弟啊 我回去我说是我弟弟弟啊 我先重新装修啊 然后哪天呢 哥请你吃饭 哎呀 那都不用了 啊 真真不用啊 真不用 真不用 给拿了钱呗 不用了 不用了 刘勇啊 那个这个事啊 完事了就啊 啊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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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谢谢红哥 那我刘勇欠你个人情 有事给沈阳 你这事啊 行行行行 电话一溜 啊 张继红啊 马上就给张继红打电话 啊 继红啊 我跟你说啊 老二啊 参加排行 老二 这老二啊 你别跟那刘勇扯啊 我给他打完电话了 那刘勇是纯纯的黑社会 那东北三省啊 那都有一号啊 还有人命 这个钱呢 咱自己贪啊 那买卖是我的 我掏这个钱啊 咱们就认了 哥 那那那 这个事认了 不我呢吗 哥 我能啥我呢 小不认 这个烂大干嘛 他这个大哥啊 木随心马相东 我也认识 那老木老马 但是 人跟刘勇近啊 沈阳的杨家林 啊 那杨局长呢 整刘勇 跟于林顺他俩合伙整 那都没整了 你不懂吗 啊 穷部跟富斗 富部跟这个权斗吗 这点道理不懂吗 你哥我呀 还没有那么硬实 啊 这个气呀 咱就忍了 再说刘勇啊 格局挺大的 爷爷叔要给我拿钱 我没要 你没要 你大傻子哥 什么傻子 啊 就这么的 好了啊 不跟你闹了 电话就料了 电话这么一料 老体啊 这个张继红认为没事 但张继刚 他认为这个事啊 太他妈亏了 这事我必须得找他妈刘勇 他觉得他他亲哥俩 就是你他妈买卖 我也有股份呢 他肯定有点股 啊 再一个 你让人家刘勇打砸了 随便打 而且重伤那么多 他的经理养就都瞎了 是他的兄弟 啊 腿舌了啥的 伤的还重伤不少 有人说那多钱呢 不得五百万啊 咱就说装修三百万 那些商场那啥的家属 就你自己补偿的话 不得给二百万呢 这笔就没人 他知道跟刘勇不对的 这笔找人 一个大哥啊 这个大哥实际上岁数不大 三十多岁 啊 这个大哥就接了 哎 哎你好 啊 谁呀 他不到三十 二十七八岁 说那个文明啊 你好 我是你刚哥 哎呀 刚哥 你听这个文明 这个词啊 这个叫他的姓文 叫文明 如果辽宁省沈阳的 能猜这个八九不立时 这个人是干啥 他是一个二代 改辽宁省姓文的 这个当官的 那就那么一个 啊 没错 他就是文氏正 啊 弟弟家的海 他管文氏正在大 他当年应该是二十七八岁 啊 啊 是那个文明啊 说刘勇你熟吗 啊 我记得好像你说过 熟啊 那刘勇还给我认识啊 他见不多少面呢 啊 他跟我那个那啥 辽宁省有人说他跟文氏正 刘勇跟文氏正好吗 不好 刘勇那个文氏正是唯一一个辽宁省 一把大官员没被他拉下嘴 二号人物 三号人物 他都拉下嘴 这么一接电话 说啊 就这个事啊 我跟你去一趟啊 然后那个连一会儿 那个我我我连啊 啊我有他电话 你你接我的扎一起走啊 行 哎 脸儿话不多说 花繁为简就碰到一起了 紧接他给刘勇打电话 那个二哥 谁呀 我文明儿 见过啊 见过好一次了 刘勇跟那个谁跟那个 呃 这个木随心的那个 工人牧羊非常好 哎 那辽宁省的二把 然后跟刘勇 他们就有人说搞匯鲜关系 不是啊 那管刘勇叫叔叔的啊 后来叫勇哥 说啊 文明啊 那啥啥事啊 说二哥你干嘛呢 张勇有点事 说我宰子朝城吃饭呢 现在十点多了 那个十一点了 你啥事啊 那我附近呢 我十分钟就到 啊 你等我一会儿吧 刘勇料了电话还合计 你说谁找文明 文明找我个行 这不料电话老铁啊 很快文明就来了 一进那个包房门 文明领着这个张继刚 张继刚刘勇都没见过 他也不认识 啊 一进 刘勇一瞅啊 文明啊 还行 他一起是谁小兄弟 说啥事 张继刚四十来岁 跟刘勇差不多 啊 这文明一瞅 那个 二哥啊 我一个好哥哥啊 叫张继刚 刘勇一听张继刚 一下就反应过 张继刚讲话 二哥 我问一下子 你爸人家咋这样 这事就拉倒了 这么地了 刘勇一听一笑 那个 你那啥 你那个 呃 我跟你哥说了 你哥不张继红吗 红哥格局挺高的 啊 说算了 我给他拿钱 他也不要了 啊 呃 那你还有啥事吗 老弟 没啥事 我哥的买卖 我有股份 那你就打啥就这样 你把我这个兄弟养就打瞎就这么地了 我哥认我不认 啊 我面子你不给啊 啊 不是 分明啊 跟你没关系 你往这查查 哎呀 咋的二哥现在混大了 不在沈阳混了 不在辽宁混了 你说啥 我说你不在辽宁混了 咋的 现在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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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科就我的面都不给呀 我我大爷是谁 你不是不知道啊啊 刘勇啊 我叫你说二哥给你交大了 刘勇一听 慕随心的姑娘让刘勇打啥比 让你钻头拍脸 刘勇能关他吗 说你 说你 说你文明你说啥 我说啥啥的 二哥你还动我 今天这事就是我的事 啊 我研究了 你连打啥再打人 你给五百万 就不难为你 行 这个啊 我找个人 那个我打个电话 这人要说给你五千万 五个亿我都给你 让他跟你对话 行吗 你找谁呀 你别管 喂 诚哥 诚哥刚回酒店 啊 啊 二哥 啥事啊 勇哥 你来一趟吧 刚才那事情不干了 啊 他哥 这个说完 他弟弟又来了 两个人 这人吻 啊 还不方便出手 你过来吧 啊 那个他是谁呢 他是文氏正的 啊 他弟弟家的这个孩子 刘永世辈才说的话啊 说你来吧 读上一听啊 你别动的他 不就是省一把大哥的这个亲亲侄子吗 啊 就是你别动的他 你社会上的事我不行啊 我跟你说 就是就是观察的事那种的 太行了 你千万别让他走啊 啊 那行 那我那我知道了 我等你啊 啊 杜成不大一会儿做火箭来的啊 杜成领着当时徐老虎 还有那个谁啊 还有这个这个马三啊 涛降他们几个 一推门啊 小哥一个人跟号扛枪 进屋就这个啊 咋的啊 二哥谁啊 刘永座那个阿姨瞅 这不是这呢吗 你谁啊 文明瞅着杜成是你谁啊 比杜成岁小六七二十六七岁 杜成讲话呢 我谁啊 我告你 我叫杜成 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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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合计是二代 他妈没姓杜的 啊 流氓也没听过呀 杜成多鸡毛啊 我没听过你 你谁 我谁 我谁 谁 谁 啊 巴巴打嘴巴 这讲话 哎 你 你敢打我 不是 你谁啊 杜成讲话 我谁 啊 这边 这边这个张继刚一听 哎 你干什么 张继刚还带一个兄弟俩啊 兄弟要摸家伙呢 杜成讲话呢 你妈的 还有啥一个 流氓讲话 他他那谁 他是那个御师老板啊 其中一个 那个他不干了 杜成讲话 老五 带枪吗 五个讲话 带带带了 长哥咋的 吹大车 啊 哎 哎 那张继刚一说 哎 干什么 干什么 老五讲话 哎呀 哎呀 啊 啊 杜成讲话呢 文明一瞅 我别人你们黑着胃 你们干啥 你们再逼一遍 再逼一遍打死你 信不信 老我再敢将一句 到脑上笑 打死算我的 许老五也虎啊 咋的啊 文明文茶 我他妈得啊 打了你脑袋 哎哎 我看家伙福 哎 你你你你你 你大爷是什么 老文的 我告诉你 我是谁呀 你谁呀 你谁打我 你谁呀 我正是我哥 你知道不 不服气 你来找我来 我哥让我硬身 这个外头 别说你了 你让老文来 没敢吃毛啊 啊 你丑说行啊 你你你你你你你拿我啊 刘永一丑 你回家找你叔去吧 找你大爷啊 他大爷还叫 他叫大爷 我怎么论妹论女妹 这不就杜成讲话 我叫杜成 你让你说赵哥 找我都行 啊 你说知道是在 这笔都不知道邓谷正是谁 你知道吗 他他妈不太懂政治啊 这不就 司机啊 看有那个 他掺着这个 受伤的那个 腿他妈中枪的 这个张继刚 一上车啊 张继刚的司机 开着他往那 这笔下车 去你妈 不跟你们做 倒霉啊 因为文明被打打嘴巴 给辽定省 那可以说是大事儿 变化直接给他给他大爷打 辽宁省一把大员 那过去讲话 那不算沐山贵 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 老文到十一点了 能不睡觉吗 见到十二点了 咋的 啊 什么 说 有人打我 说他叫杜成 说他哥 那个叫什么 邓谷正 邓谷正干嘛 这 怎么的 社会上的事儿 你参与个机 你说你参 哎呦我 你参与奶 啊 现在他上去就要看看去 给他几电炮啊 几个嘴巴 他没上大事儿 当时给他一顿臭骂 有人说老文跟那个 普正好 跟普正不太熟 认识 普正他爸当年死之前 给普正的是八九几年呢 就是上八几年九几年 那个这十来年前上那个东北的时候跟沈阳的官员都打完招呼聊天省 说我儿子那相当于皇上就跟那个将军说说我儿子到东北你们那个沈阳的啊就地区辽宁省地区都得照顾照顾 那你说他人都还残疾呢能不照顾吗 他俩是认识的 这老文呢 888就给普正打电话 普正就接 咱们提点速度啊直接普正就接电话 啊 啊 杜成给给那谁打坏了啊 说没找地 啊 我这个大侄子是什么还能跟你弟弟开战呢 是我们家管理不严我回去我骂他啊 然后正 那个普正啊身体怎么样 身体挺好的 啊行 我问问杜成咋回事啊 明天给你回事 普正拿电话给杜成打 杜成就急 哎 我说你他妈的到沈阳就惹事啊 啊 你就打谁的打那个老文的指 哥不你呀我硬起点的吗 我我上两天给王俭军那嘎的你呀我打柔哥的什么大舅哥的 那你不让我硬是点吗我这回我硬是了 你他妈好是你硬是啊 人都需要了这个经过 说怎么呢 啊 说什么什么 上什么娱乐城洗澡去了 啊 还什么拔毛眼的 我没拔毛眼就他妈拔毛眼的 我告诉你杜成啊 你他妈的上东北就惹事 我告诉你好事你提的我行 那不好的事从今往后 被他提我 明天都给我滚毒的 啊 什么晚上 明天早上来见我来 给杜成一对骂 但是老体啊 事后普正能说杜成啥 啊 然后那个普正也不至于给老文道歉 咱们 就说的第2天啊 杜成见过普正之后 普正一顿骂 普正啊就给小成年走 这些人呢就从那个沈阳坐飞机往往北冰走 但是你看 这个医院里面 腿残了点啊 张继刚 拿个电话 第2天呢 第2天呢 没人管他 他合计合计问文明 咋回事 来 哎 文哥 不是文明啊 我是你刚哥 那昨天打我那笔小到底是谁呀 到底干啥的 他是干啥的 干你吗 干啥的 没他妈你我能爱打吗 马破 别他妈找我 谁呢 事后 他听他哥 了解 情况 他也下门 但杜成就没把他咋地 啊 咱们说了 张继刚腿舌了 那红额见刘永后来都是 哎呀 永帝啊 别跟我一样 我这弟弟啊 那个别跟他一样 刘永讲话 没事没事 你